視頻機師在災情下面發揮專長救人 真的要說句好人,一生平安! 最近有位美國聯航的機師文斯 跟全家人一起到夏威夷貿易島度假 沒想到回程前,卻遇上了島上大型野火 導致班機大幅的延誤 文斯主動聯繫機場,表示自己可以幫忙 最後也真的在機場沒有機師能飛的極限情況下 帶一架飛機,帶著家人與300名旅客安全回家 夏威夷的貿易島在 8 日晚上突然冒出了野火 以每小時 130 公里的速度 快速摧毀了島上的歷史觀光小鎮拉海納鎮 則有大約 2200 棟的房屋毀損,約 110 人罹難 目前救災任務還在進行,而其後原因 為何沒有觸發警標器以及死者的身份,都還有待釐清? 不過